好 各位亲爱的同学 大家早上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继续来学习筑块审计的基础进阶班 请大家呢 打开我们打好基础的第285页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介绍教材的第16章 对集团财务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 那介绍这一章之前呢 我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在学些什么 这一章到底在审计地图的什么位置 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把审计地图拿出来给大家画过了 因为呢 在前面几讲 前面两章 都给大家在讲的是审计的棋盘 大家还有印象吗 我们的审计地图怎么画 第一步叫做初步业务活动 解决什么问题来着 叫做签约的问题 那么签约的问题 我们可以决定是签还是不签 以前呢 讲到这里我们可能就过去了 今天我问大家一下 是否决定签约 如果是首次接受委托的话 我们在接受委托前 应当与前任注册会计师进行沟通 这是一个必要的程序 对吗 所以在这儿 我们涉及到注册会计师与前任的沟通 在沟通的时候 我们要问四件事 要求大家去掌握 比如说变工事务所的原因 理由 再比如说是否有重大会计审计问题方面的分歧等等 那这些问题决定之后 假设我们决定签约 那么下面一步 要计划审计工作 分层两个层次 一个呢叫做总体审计策略 那其中非常核心的一件事 确定审计的方向 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工具标尺标杆 叫做确定重要性 同时 还有具体审计计划 在具体计划这里 我们要计划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叫做计划风险评估程序 下一个呢叫做计划进一步审计程序 最后叫做计划其他审计程序 好了 需要清楚的是什么叫做风险评估程序 第一个问题 它是贯穿始终的 它是一个动态调整的 其本质 叫做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因为这个问题给大家介绍过 如果不了解 我们没有任何评估的基础 评估完之后呢 是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呢 叫做财务报表层 那么另外一个层次呢 叫做认定层 这两个层次的重大特报风险 我们下面一步对他们进行风险的应对 如果是财务报表层次的 我们应当要通过总体应对措施 来进行应对 而认定层的呢 叫做具体 审计程序 那么对于这个具体的审计程序 我们在审计当中给大家几个名字 叫做进一步审计程序 它其中又包含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针对找寻重大错报的 实质性程序 而另外一个方面包括 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 有效性测试的控制测试 在实质性程序当中又包括实质性分析和细节测试 好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去不断的收集审计证据 进而形成审计工作的第一稿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利用他人的工作 我们要进行审计的沟通 当然我们有可能利用到抽样的技术 考虑到信息技术对审计的影响等等等 要考虑一系列的因素 然后我接着说过 我说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这样一个核心的 我们风险导向审计的一个原则 我们除了在理论中学 我们还要运用于实物当中 怎么运用于实物呢 我们展开 我们进入到了审计的提盘 比如说我们有销售与收款循环的审计 采购与付款循环的审计 生产与存货 还有货币资金等等等 各个流程各个循环的审计 那么这个呢 构成了我们审计期盘当中的一条条脉络 但是还不够 我们还学习了与这些脉络纵交错的 舞弊怎么审 舞弊怎么审呢 也是了解舞弊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 还有我们要了解违反法律法规 我们该如何进行考虑 当然我们在上面讲当中 我给大家介绍过 比如说要利用他人的工作 其实它本质上也是纵纵交错的 比如说注册外师与治理层沟通 也可能是纵纵交错的 我们学完16章再学17章 也会告诉大家 比如说会计估计 关联方 持续经营假设这些 本质上和我们的 整个的审计地图 其中就形成了这样一张 纵横交错的审计棋盘 所以第9章到第12章 本质上就是这棋盘当中 一条条横向的脉络 而我们前面学习的第13章 第15章 第17章 等等等 那其实它就形成了 我们这张脉络图当中的 纵向的脉络 它本章有一个纵横交错的关系 那进而我们收集到 这些证据之后 我们要去完成审计工作 最后一步 提交我们审计的最终产品 称之为审计报告 好了 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审计的地图 那么大家可能想问 我们现在要再学的第16章 在审计地图当中的什么位置呢 在这里大家必须要清楚 柳婷说老师 我画在哪比较合适呢 首先 我们前面学了这么多 把这个地图 给大家框起来 那么然后我们所形成的 其实是一个对 个别财务报表 它所做的一个审计工作 我们所强调的就是假公司 以公司给公司 但是如果这家公司 是一个假集团有限公司呢 我问大家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假设它这个集团 请问 审计的流程 跟我下面画的这张地图 一样不一样 会不会一样呢 要不要做初步业务活动 要不要计划审计工作 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 完成工作 出具报告呢 我告诉大家 第一点 它是完全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区别 它也需要制定重要性 它也需要有两个层次的 重大速报风险 它也需要去实施 总体审计策略 具体审计计划 有总体应对措施 还要有进一步审计程序 它也要走入审计期盘 这是没有区别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再问大家 那会不会有集团财务 报表审计的特殊之处呢 当然也会有 为什么 一家公司 它的股权结构比较简单 组织架构没有那么复杂 而如果是一个集团财务报表呢 它有母公司 有子公司 有分公司 有孙公司 有各种各样的事业部 等等等 所以本质上 它就处于一个相对复杂的状态 那因此它也有特殊之处 好 那接下来我问大家 我们现在要学的16章 是学这一般的 和前面一模一样的呢 还是学特殊之处呢 好了 大家思路就清楚了 我们前面所学习 西瓜的一模一样的东西 小江老师不会再拿出来给大家讲了 否则学16章 从头到尾又从初步 又有活动开始讲起 没什么意思了 我们这一章所讲的 核心是特殊之处 我们要知道这个流程当中 哪里有些不一样 我们重点去学这些地方 好了 同学们 审计的棋盘 审计的地图 还有第16章 在审计地图当中的位置 和审计地图的关系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了 大家要做到四个字 思路 清晰 明确之后呢 那么我们首先来谈一谈 第16章的学习题要 一个问题 考几分 本章呢 属于重点章节 根据最近三年的考试分支统计 通常考核 一个单选 一个多选 而且本章还会 隔三差五的 考你检查题 不是说每年都考 在过去五年当中 如果印象没记错 应该是考核了 大概三次左右 那合计分值 大家算一算 大概是四分到五分左右 2022年教材当中 有这样一个小小的 知识点的新增 这内容啊 并不是准则新增的 而是准则 一直都有 历史考试当中 人家还曾经考核过 对于当年来说是超纲题 但是在今年的教材中 把这个部分的内容呢 加入到了咱们教材之中 那预计 我认为如果考简答 可以在简答题当中 考核 疑问 第二个 怎么考 在简答题当中呢 这张的内容 它有一定的实物性和灵活性 但是绝大部分的内容 它仍然以考察理论知识为主 核心考点包括 第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和非重要组成部分的区分 第二个 重要性水平的确定 第三个 我们实施什么样的程序 下一个 大家该怎么学 初学本章 大家往往会有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只有股价没有肉 那似乎 这张讲了很多的理论 但是每一处呢 大家都会感觉 不是特别深入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它会告诉你说 针对重要组成部分 做什么工作呢 它说使用组成部分的重要性 对组成部分的财务信息 实施审计程序 我们发现讲到这儿就结束了 大家可能进一步想问 老师怎么讲得这么肤浅呢 他所说的做审计程序 到底做什么程序呢 是针对哪个认定 发寒证呢 还是做肩盘呢 是查找未入账的应付账款呢 还是对货币资金 对银行对账单 对银行存款预论调节表 来执行工作呢 能不能说的给我们具体一点 不要那么误须 但是我的回答是 大家就听到这儿吧 为什么呢 那些内容在别的章节都讲过了 我们绝对不会再给大家 重复说一遍了 所以这一章大家的感受就是 好像什么东西都在说 好像什么东西都在讲 我好像也似乎都听说过 但是我就是感觉 每一处都不是很深入 为什么 这是因为这一章的理论框架 还有审计的基本原理 和前面所介绍的内容 是完全一致的 那因此 我们绝对不会再给大家重说一遍 而是重点去说 哪里有点不一样 哪里有特殊的地方 所以这儿大家要关注一下 此外呢 学习本章 还需要大家着重的去记忆 有一些核心的重要观点 关于重要性的 关于审计程序的 还有些内容需要去练习 一错一混概念 比如说对于集团项目组 对于组成部分的注册会计师 他分别可以去做什么样的工作 哪些事必须由谁来做 好了 以上这些是我的建议 说完之后 我们开始学习 我们这一章的第一节 在介绍第一节之前 我提醒大家一下 我们这一章的内容 我给大家一共分四节进行介绍 但如果大家去看官方教材的话 可能会发现 有将近十多节的内容 请大家在这一章学习时 不要去对应教材 因为我把教材的内容 重新做了整合 那这种整合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大家更好的学习 和更好的应识 因为教材上的内容 介绍的整体是准则的逻辑 它不是我们审计流程的逻辑 和大家平时学的内容呢 不是特别的一致 所以大家容易糊涂 但我们整合完了之后 分成这几个部分 大家可能整体上就会清晰很多 所以不用去对教材 先说第一节 集团审计的概述 什么叫概述 我们第一章也学过 叫审计概述 我们第二章就学审计计划 后面学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 最后学沟通 对审计工作的评价 所以我们在集团审计这儿 我给大家整合的也是这个思路 先学概述 再学计划 再学风险评估 再学风险应对 最后学沟通和评价 先说概述的内容 第一个问题 集团财务报表审计当中的 基本概念 在今年呢 其实它不会说 集团财务报表审计 我还是这么说 为什么 大家要清楚 我们的集团审计本质 是基对集团财务报表 展开的审计工作 但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准则 跟国际准则是趋同的 在国际准则当中 把这个准则的名字 做了比较清楚的简化 就叫集团审计这四个字 那因此今年的教材 也随之做了相应的调整 我提醒大家一下 这一章咱得好好学 因为国际准则呢 正在进行相应的修订 如果修订完毕之后 我们国家是势必一定会跟进的 那么这一章 全部的内容都会发生更新和迭代 所以大家抓紧考审计 趁早拿到证书 这个内容三颗星 你看哦 学基本概念 就给大家三颗星 说明至关重要 三颗星意味着什么 不仅考小题 还会考大题 一个问题 什么叫集团 什么叫做集团的组成部分 在这里我帮个大家呢 去画一张图 首先假公司 假公司假设是集团 那我们ABC事务所的A注册会计师 是这个集团审计项目的合伙人 我们把他所带领的这个项目组 就称之为集团项目组 那么他的角色呢 我们就称之为集团审计的审计项目 合伙人 这首先是集团当中的相关角色 那接下来 这个集团的股权结构 错综复杂 假设 他有一个子公司 乙公司 我问大家一下 他是否会将财务信息 通过某些方式 包含在集团财务报表当中呢 答案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他要纳入合并范围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比如说在这里 他有一个合营企业 丙公司 他的财务信息 是否会反映在集团财务报表当中呢 答案是是的 他虽然不合并 但他会以权益法 反映在集团财务报表当中 再比如说 联营企业 丁公司 那是否会包含在集团中呢 以此类推 都是一致的 再比如说 物公司 这叫做孙公司 答案也是不言而喻的 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概念 说的更广泛一点呢 比如说 甲乙丙丁物 在这里几公司 这是一个分公司 算算集团当中一个重要的 有机的组成部分呢 也算 咱把这个概念再说的广泛一点 我再大胆一点 我不说这些股权关系的公司了 我说甲集团下设 有一个事业部 有某个战略群组 或者说 有某个地区的 北京大区 华北大区 华南大区 我用这些维度 对集团的业务进行分类 好 我们大家 它属不属于集团的 有机的组成 或者是构成呢 答案是 照样属于 好了 我把这些概念 别管是根据业务的划分 根据地区的划分 根据股权关系的划分 我把它们统一 在这一章当中 给它们起个名字 它们都构成了 集团的组成部分 这就是集团和集团的组成部分 好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概念呢 我要跟大家说 核心不仅是要带着大家入门 更重要的是考试会考 考什么题 它说 下列各项中属于集团组成部分的有 ABCD让你选 这种题就让大家非常惨疑 坐在考场上说 竟然会考这个 我学了半天关于重要性 我学了半天关于做什么审计程序 结果你问我什么叫做组成部分 这样的题会让大家 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同学们在学习审计时 一定要注重基本概念 好 明确之后 我们把这个概念的再延伸一下 假如说 对于集团的组成部分 以公司或者物公司 集团在北京 而物公司 假如说在西安 那么物公司为了满足当地报税的要求 聘请了当地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对他进行了法定审计 或者叫做报税努力的审计 好 假设 在这告诉我们说 由当地的XYZ事务所 他的B注册会计师 对物公司实施了法定审计 而我们集团的ABC事务所的A注册会计师 在对集团出具合并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时 必定要去考虑这个重要的物公司 而物公司由于有当地的注册会计师来执行审计工作 我们打算去利用他的工作 避免重复劳动 提高审计效率 那好 此时我们就会把当地的B注册会计师 称之为组成部分的注册会计师 所以在这里 这个概念也给大家介绍完了 所以集团审计当中一般会有这样的两个角色 一个叫做集团项目组 叫做集团项目组的审计合伙人 另外一个叫做组成部分的注册会计师 大家了解一下 当然我再给大家说 在实践当中 假如说这个ABC会计师事务所 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事务所 他说我不需要去利用其他事务所的工作 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就我的集团项目当中 偷派几个人选 这是一种选择 或者我也可以找到 我在西安的一个网络事务所 比如说一个分所 一个所谓的联名所 那么找到这些所 找我的自己人 组成一个专门的力量 形成一个专门的事务所 所在的项目组 那么把这个项目组派去西安当地做工作 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所派出的这些人员 去做专门审计工作的这些人员 就称之为组成部分的注册会计师 这都可以 所以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大家要清楚 既有可能是自己的相关项目组的成员 抽调组成的 也可能是我们所在的网络事务所 当然也可能是其他的会计师事务所 实践当中 当然是咱们自己人的情况可能会更多 但是也不排除 有可能有其他事务所工作的情况 好了同学们 这一页版书我给大家写的比较多 讲的呢 应该来说也比较深 我的目标是 希望大家在学习这一章之前 就把集团 集团项目组 集团项目合伙人 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这些问题先给大家说清楚 这样的话呢 大家在学习时 可能会比较顺畅 好明确之后 我们这一页就说到这 然后回来看概念 什么叫集团 集团指的是 所有组成部分构成的整体 所有组成部分的财务信息 会通过合并 联营企业 合营企业 权益法等等等 包括在集团财务报表当中 第二个什么叫做组成部分 它指的是实体 或者是业务活动 财务信息由集团 或者组成部分管理层编制 并包括在集团财务报表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精准答疑 这个问题大家问的很多 说哪些组织可能会构成 集团审计中的组成部分呢 我们说不同的集团 划分组成部分的方法 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么根据组织结构 财务报告的系组 财务报告的系统 职能 或者地区 这些因素 大家需要注意了 以下这些 都有可能构成组成部分 母公司 子公司 合营企业 联营企业 其他被投资实体 分支机构 职能部门 事业部 经营地区 我不再念一遍了 也不用再给大家说了 刚才都举个例子 就提示一下 这儿有可能考核大家多选题 介绍完了之后 就刚才的那些组成部分当中呢 我们选择出来其中 有一些可能是对于我们重要的 有一些是相对不重要的 在这里我们要给大家重点介绍 什么称之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好 介绍这里之前 大家先画三颗星 先说一个好消息 它不算难 再说一个对大家来说 不太好的消息 问题就是 这儿 我需要大家去背 背下来之后呢 考试当中才能够作答入流 你才能说 它是重要组成部分 原因是杀杀杀 好 明确之后 在这里呢 我们先不给大家读一遍了 我们先通过画脉络图的方式 帮大家整理一下 我们刚才说过集团当中 有很多的组成部分 我们在神组成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要对组成部分进行分类 分成几类呢 分成两类 一类叫做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一类叫做非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划分的标准是什么 在这里需要大家重点掌握 这个标准 第一项 叫做财务重大性 何为财务重大性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把这个集团假公司拿出来 我拿到集团的合并财务报本当中 找一个指标 收入 或者找一个叫做资产 当然你可以找利润 你找谁都行 所谓的呢 咱们选定了一个所谓的基准 假设有一个组成部分 乙公司 乙公司它的收入 占集团总收入的30% 并公司 占集团资产的40% 丁公司 占集团利润的20% 你看这些比重应该来说 对于集团而言都比较的重大 那我们给了一个经验数值 说假设如果组成部分 它的某一个财务信息 它占到集团的15%以上 一般我们说用15%这样一个界限 来进行相应的判断 到了15% 或者超过了15%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把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称之为重要组成部分 你看哦 其实判断的原则没有那么复杂 本章就是看 第一个 集团选择于什么样的基准 第二个组成部分的财务信息 有没有到15%这样一个界限 那考试又怎么说呢 说这些组成部分 对于集团而言 它具备财务重大性 因此它属于重要组成部分 就结束了 难度真的不难 但是把它听懂了 要会说 那么第二层 如果说它不具备财务重大性 假如说 加一丙丁物公司 对于物公司而言 收入呢 5% 资产呢 2% 利润呢 3% 很显然啊 这些个指标 明显发现都不具备财务重大性 那么它一定就 不属于重要组成部分吗 不是 我们在这儿除了标准1 还有标准2 标准2是 虽然你可能不具备财务重大性 但是由于你的一些特定的事项 或者是情况 也可能会导致集团财务报表 发生重大挫暴的特别风险 所以在这里 大家记住关键词 特别风险 如果有这样的特别风险 我也可能会认为 你属于重要组成部分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物公司 它的这些指标 它虽然都不具备财务重大性 但是 它是集团的退货中心 它负责集团的整体退货安排 再比如说 它是本期新收购的 再比如说 它正在被监管机构监管 再比如说 它的财务报表当中 包含对集团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 造成特别风险的会计估计 比如说它从事的是 远期外汇合约 有大量的金融延伸工具 从事期货的业务 或者进行外币的相关核算 是外币中心 你看这些事项给大家放在这 虽然它不具备财务重大性 但是它存在可能导致集团财务报表 发生重大挫暴的特别风险 好了明确之后 这两个标准 大家要清楚 只要达到其中一个 满足二分之一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是重要组成部分 那我问大家 如果两条都满足呢 叫不叫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也叫啊 那你按谁来 核算它呢 你说它到底属于财务重大性 还是特别风险的呢 都算 但是未来做工作的时候 财务重大性 所做的工作可能会更多 可能会更全 要求会更高 那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高标准 言要求 这就是重要组成部分 好了 假如说标准一和标准二 这两个放在一起 都没有得到满足 那接下来 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 它就属于一个 非重要 或者是不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重点提醒大家一下 在这里 一定要注意有两个标准 千万别忘了 很多同学呢 考试做题的时候 可能就看其中一个标准 那这是很容易掉坑的 所以这儿我再重点提示一下 这是坑 明确之后 这张脉络图 咱们就梳理到这儿 然后咱们过来 看一下基本概念 和准则原文 第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财务重大性 它的定义是 单个组成部分 对于集团而言 具有财务重大性 什么叫做特别风险 这句话你真的得背 为什么呢 很多同学 洋洋得意 考完试出来说 老师没问题 我稳步 一查分 58.25 59.75 你说气人不 为什么会觉得 自己做的都还不错呢 但是考试成绩 可能却不理想呢 我告诉大家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大家不够精准 我举例 比如说 老师这个题我会啊 它是因为特别风险 而被判定为 重要组成部分的 所以我考试当中 肯定没有做错 我也写上来了 我说你写的精准吗 你写的到底是 因为特别风险 因此构成 重要组成部分 还是写的是 由于这个组成部分的 特定事项 或特定情况 存在可能导致 集团财务报表发生 重大错报的特别风险呢 你有没有强调 这后面当中 人家说的 一定要站在集团的角度 去看问题呢 如果你没有写的话 很可能这个关键词 你并没有踩到 你没有得分 所以啊 同学们 我要告诉大家 越是简单的问题 反而越要精准 好 明确之后 再来看确定的方法 什么叫做财务重大性 选一个基准 乘一个百分比 那么通常达到 这个界限的 超过它的 比如说收入 资产 负债 现金流 利润都可以 那么就会把它 界定为是 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个基准 经验数值 15% 第二个 什么叫做特别风险 在这里呢 给大家举了一些例子 这些例子放在这 12345 一共五条 我不要让大家去背了 但是大家呢 得眼熟 也就是说 你在背的时候 可以不背这些例子 但是出现在考试 试卷上的时候 咱们呢 得能够选出来 比如说外汇 特殊的退货安排 远期外汇合同的交易 大量的延伸工具 或者大量过时的存货 它可能导致风险非常高 好 以上是我们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是三颗星啊 无庸置疑的 大家要重点去掌握 明确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解题高手 在这里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考试怎么考 核心考点 就是重要组成部分的识别 第一个问题 要清楚 包括两个类 只要满足其中的一项标准 就要判断为 它是重要组成部分 那如果同时满足两项标准呢 大家需要重点关注 你在做工作的时候 不能仅针对特别风险 开展工作 还要考虑财务重大性 需要大家准确的记忆 两类重要组成部分的定义 和判断的标准 第二个 说集团项目组 可以将选定的基准 乘以某一个百分比 以协助识别 对集团具有重要性的 三个组成部分 那么这些基准 可能会包括什么 列举例下 那么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注册会计师 可能确定一个 或者多个相应的基准 刚才的例子当中 我就给大家确定了三个 资产 收入 利润 第三 说什么叫做 因为特别风险 而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呢 除了刚才举的五个例子以外 在这还有一些其他的补充案例 用备吗 不用备 咱们一起看一下 第一个 特殊行业的 这公司都是做教育的 但下面有一个组成部分 搞房地产的 炒房子的 我们国家说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本身风险可能就会比较高 行业不同 你没有这个行业的经验 甚至行业风险比较高 那不就是有可能会导致特别风险吗 第二个 说从事的业务和其他组成部分显出不同 第三个 涉及大量的估计和判断 第四个 经营模式 业务流程 信息技术 内部控制 关键管理人员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五个 以前审计中 发现了导致集团财务报表 发生重大错报的特别风险 第六个 新收购的 第七个 被监管部门特别关注的 以上这些 熟悉一下 如果考试中出现 大家不要觉得陌生 明确之后 我们再来说第三组概念 叫做集团项目组和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这个概念重不重要 当然非常重要 考试考不考呢 我个人认为考到的代率不大 为什么 属于常识 你学这一章 反复都会说什么叫做集团项目组 什么叫做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刚才在我们最开始那张图当中 我就给大家画过了 所以它不是考试的考点 但是是我们的常识 所谓的集团项目组指的是 参与集团审计等 对集团审计负责的 包括集团项目的合伙人 在内的所有合伙人 还有员工 第二个 什么叫做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它的目的是为了基于集团审计的目的 按照集团项目组的要求 对组成部分财务信息 执行工作的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既有可能是组成部分当地的 一个其他的事务所 也可能是集团项目组的成员 他抽调来过去做的工作 那么在抽调这种情况下 那么该成员也是组成部分的注册会计师 所以大家要清楚 组成部分的注册会计师 其核心 一定要基于集团审计的要求 这两个概念 我们就说完了 第四 集团层面的控制 这个问题 其核心还是内控 它指的是 集团的管理层 设计执行和维护的 与集团财务报告相关的控制 大家说老师不理解 能不能举个例子 说个大白话 比如说假公司 它下面有好多的子公司 乙 饼 丁 等等 需要大家接下来关注的是 什么叫做在集团层面 有一些内控呢 大家想了半天 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 在日常经常接触到 我们要编制集团合并财务报表 你要把他们的这些财务信息 在集团层面予以合并 那么怎么编制呢 我们说会计人员编制 财务经理复合 财务总监或者CFO最终做批准 这不就是内控吗 这很可能就称之为是集团层面的控制 说老师这个太简单了 能不能听懂 能不能在我们举个复杂的 开开眼界的 也有咱们打开一下格局 比如说 这个集团 它是一个集中化 变算化 信息技术运用的非常好的集团 他说对于我们集团而言 对于报销 对于付款 这些业务流程 我们统一在集团层面进行处理 因此 集团设置了一个财务共享中心 这个共享中心去处理 整个集团范围之内的 报销事务 采购事务 资金事务 大家所在的公司或者是企业 是不是也可能会有这样的集团 财务共享中心的概念呢 它处理的是集团层面 各个组成部分 标准化的统一化的一些流程 或者是事务或者办法 财务共享信息呢 这个概念在这些年炒得很火 那么这个不也就是反映我们集团层面的某些控制吗 所以看这个概念 大家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曾经听过 倒没想到在审计当中也能够见得到 这第四 了解了这些基本概念之后 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问题 叫做集团审计中的目标和责任 两颗心 第一点 说集团审计中注册快适的目标 第一个问题 如果对于集团的项目组而言 它的核心目标是要对集团审计负责 那么因此 它包括两项 第一项 要就组成部分注册快适师 对组成部分财务信息执行工作的范围 时间 发现的问题 和组成部分注册快适师进行清晰的沟通 第二个 针对组成部分财务信息和合并过程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你别忘了最后我们发表审计意见的时候 是对集团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来我问问大家 这两个你觉得眼熟不眼熟 有没有感觉什么地方咱们曾经学过 你看这是集团审计 集团审计当中 我们有总体的目标 这个目标 其本质 我们在第一章曾经就学过 说我们财务报表审计的总体目标是什么那一章 发表意见 进而呢 出具报告 在这个过程中 我还说过 要跟各方进行沟通 这不就是沟通 出意见 不跟第一章讲的内容 其实完全是一致的吗 所以这个不需要大家背 本质上是我们的常识 明确之后再说责任 集团项目组 对整个集团审计的工作 出具的审计意见负全部责任 这样的一个责任 会不会因为利用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工作而减轻呢 当然不会 这句话大家得背 与之类似的 我们在前面也总结过 包括什么 专家 内审 前任注册会计师 服务机构的注册会计师 到这又一个 叫做组成部分的注册会计师 我们的立场一贯坚定 我们怎么说 一定是我们的集团项目组 我们的注册会计师 我们的项目合伙人 对我们的这个审计项目 出具的审计意见 审计报告 负独立的全部责任 不会因为利用他人的工作 而发生减轻 明确之后 我们再来说出报告的时候 能不能去提及组成部分的注册会计师呢 答案是不能 否则会有甩锅的嫌疑 你说你为什么出了这个意见呢 你说别找我去找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他审的 我拿来就用的 这当然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 那么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 即便法律法规要求 说你可以在审计报告中去提及组成部分的注冠 但是你同样也要告诉我们的报表省者 说这种提及也不能够减轻我们集团项目合伙人 对集团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所承担的责任 所以记住啊 这两句话用大白话来总结 用口诀来总结 第一个叫不提及 第二个叫做不减责 所以本质上好几件事都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考试就考虑 说在审计报告当中 或者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单的责任当中 哪些是独立责任完全责任呢 哪些在报表中不应提及呢 那么考试当中可能会有这样的题来讨和大家 好了这是第三点 我们出去的责任 出去的报告有什么样的要求 下一个 说如果我们发生 有些情况 导致我们的组成部分信息 没有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这个例子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生活化的例子 工作当中实物化的 甲集团公司 假设它在海外 它是个集团 下面有个组成部分 以公司 这是它的组成部分 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 别的组成部分呢 都顺利的开展 但是以这个组成部分 由于当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导致我们注册会计师 没有办法能够对它开展工作 韩正没法计发 计发之后 无法回韩 更要紧的是 它从事制造业 存货呢 非常的重大 但是没有办法 亲临现场 更没有办法实施 借贷测试 对存货获取证据 尖盘没法尖盘 别的程序呢 也做不了 进而得到了一个结论 我们对于以公司 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并没有获得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那最后可能会导致 我们发表 非无保留意见 比如说保留 否定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那么此时我要说 为什么呢 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对它 发表了保留意见呢 甚至是无法表示意见呢 原因是因为 组成部分的财务信息 受到了限制 没有获取充分 日当的审计证据 我们得把这件事 说清楚 那么此时 能不能去提提 组成部分的注册会计师 你说都是因为 以公司的那个 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叫刘洪忠 他能力不行 水平一般 他做工作 做的不给力 导致呢 他没做好 殃及到了我们集团 能这么说吗 答案仍然是不应提及 所以同学们 在这里一定要注意 那有没有 可以提及的情况呢 也有 提及的情况是第一个 法律法规有要求 还不够 还得这样做是必要的 这才行 否则都是不应提及 所以这第三步情况 这个例子 我们后面还会用得到 大家先听一下 叫做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可能会导致某些组成部分 在审计过程中 无法获取充分制当的审计证据 导致范围受限 但注意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即便发表了保留 或无法表示意见 我们的原则仍然是不提及 当然也不能检测 好 明确之后 我们第一节的内容 我们讲概念 讲概述 讲什么叫集团 什么叫组成部分 什么叫重要组成部分 各自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这些问题 我们就说完了 那么为了让大家呢 更好的消化吸收 我们上课仍然是少量 多次 中间呢 稍微多休息几次 每次的时间呢 稍微可以短一点 这样让大家状态更好 我们课间休息五分钟左右 然后我们再继续讲解第二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